9月14日 塔利班发言人纳一姆表示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王渝已经就新政府组建向阿方表示祝贺 9月14日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王渝会见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 王渝表示 感谢阿方为保障在阿中国公民中资企业财产及使馆安全所做努力 表示中方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不干涉阿富汗内政 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 希望阿富汗建立广泛包容政治架构 穆塔基感谢中方的支持与援助 表示中国是阿富汗友好邻邦 堆压政策一贯公正客观 阿方希望在中国及国际社会帮助下不断提升这里能力 以更好打击恐怖主义 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做危害中国和其他国家利益的事情 穆塔基呼吁 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继续向阿富汗提供援助 强调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将全力保障所有阿富汗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有关塔利班与美国的关系 穆塔基表示 过去一段时间 阿富汗国内的安全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希望在未来包括与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